大家好,我是蔡西 大家在职场上有没有遇过马屁精呢? 正所谓马屁派的好,升职加薪没烦恼 职场马屁精为了升职加薪会不惜一切 促进权力给领导和上司派马屁 不过其实比起马屁精 那些爱被派马屁的老板更让人讨厌 而今天要说的就是中国最爱被派马屁的奇葩老板 员工们把他放若神明 吹捧他掌握万物规律 可以参透过去未来 甚至懂得六合还阳术 可以让人起死回生 结果却因为马屁派得太夸张 而被官方钉上 他就是上海文峰美容美发的老板 陈浩 你啊你啊,把我害死了呀你 有去过上海的观众 相信一定见过这个招牌 热情如火的红色背景 搭配寒情默默的美男子头像 乍看之下还以为是山寨的老干妈 但其实他就是文峰的创办人 陈浩 江湖人称浩哥 在文峰的官网上 浩哥是这样介绍自己的 30岁的人无论跟我比什么 他们都比不上我 比头发 我的头发黑油油 总是那么亮丽茂盛 比皮肤 我的皮肤细皮白肉 一条皱纹也没有 比身体 我60岁的年龄 有20岁的body 200岁的智慧 比身材 我的体型像观音一般 丰润匀称 不得不说 用观音来比喻自己身材的 我还真是头一之见 60岁的浩哥都已经那么厉害 那他的童年自然也是不同凡响 浩哥1961年在湖南省常德市出生 据说他出生的时候 紫气东来 漫天飘雪 家里的风水还特别好 前有照 后有靠 左青龙 右白虎 简直就是天选之人 正所谓三岁定八十 搞美容美法的浩哥从小就很爱美 两三岁的时候就会跟妈妈谈条件 洗完澡必须要穿新衣服 只要一闲下来就要梳头照镜子 不只是自己 他也要求身边的人一样美 只要看到丑的人 他就忍不住要上前说一说 因为浩哥觉得一个人不美丽 也会影响到身边的人 长大后的浩哥 凭着他与生俱来的灵气和智慧 让他学什么会什么 高中毕业后就做生意赚了低筒金 那浩哥是怎样踏入美容美法行业的呢 1996年浩哥一个人去上海闯荡 考察了一个月之后 他发现上海人都很爱美 于是他就决定创办文风美容美法 宗旨是传播美 发现美 推广美 致力要让国人年轻二十岁 长寿三十年 之后浩哥又转研出六合还阳术 说到这个六合还阳术就牛逼了 他结合了中医药 气功 音乐 心理 放血推拿和十善六大美容法 定期做六合还阳术不但可以打通人体的静脉穴位 调整面部三亭十二公风水帮你改运 甚至可以让冰死之人重新再活一次 大家看浩哥施展六合还阳术的那个表情 是不是都开始有点心动呢 之后文方的分店越开越多 高峰时期在中国有四百多家分店 每年赚二十亿人民币 在创办文方美容美法的同时 浩哥还开了文方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专门为自己的门店培养学员 当然要读书就要付学费 每个学员都要付几千到上万人民币的学费 这还不包括上课时会用到的各种工具杂费 除了学基本的洗头减法以外 还要学头发长短怎么跟身高匹配 头发的准区要怎样跟年龄匹配 头发的颜色要怎样跟五行匹配 按浩哥的标准 那我应该是青头仔了 为了教导学员浩哥真的是不惜一切 考洗头技术的时候 浩哥会让学员排队逐意在他头上洗 因为人数太多 时间太长 浩哥经常被洗得头破血流 为了考验学员们的吹头技术 浩哥的头发经常被吹到变枯草 为了检验学员们的按摩技术 浩哥总是被按得变体鳞伤 除了学浩哥的技术以外 学员们还得学浩哥的思想 浩哥还亲自填词 创作了一首《识颂浩哥》 歌都唱了自然少不了跳舞 每次浩哥上台演讲前 他都会给学员表演一段迪斯科 早上上课之前我要跳一个低势高 跳一个低势高的舞 让我传身发愿一点 让我的大脑记忆反应好一点 这观音般的身材加上美妙的律动 那些什么社会摇 零二摇 在浩哥面前通通都得靠变战 浩哥那么用心良苦 除了美容美法还叫大家唱歌跳舞 以后不跟浩哥混了 说不定还可以组团出道 难怪大家对浩哥的景仰 正是如滔滔降水 连绵不绝 你们看只要浩哥一出场 大家就像黄河泛滥 一发不可收拾 结果就惊动了中国官方了 2021年12月 浩哥手下一个叫白岩的秘书 在文风的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一篇文章 讲述自己当了浩哥四年秘书的感想 里面说浩哥虽然贵为总裁 但他自己宁愿吃面条 穿旧衣服 坐破车 也想要提高学生和员工的待遇 浩哥花大钱买的那些名贵树木和翡翠 不是为了自己享受 而是要增强品牌的影响力 秘书还说浩哥他掌握万物之规律 是有天眼的 大家要相信浩哥的安排和决策 你们不理解 只是你们还没悟透浩哥的思想而已 这篇文章一出 马上就在墙内疯传 浩哥的秘书也被中国网民称为 彩虹屁的天花板 就连央视网也发文批评浩哥 他搞个人崇拜 洗头便洗脑 把自己神话再对员工实施精神控制 网民也趁机挖出更多文风和浩哥的黑历史 包括浩哥的老婆 曾经在2003年逃税800万人民币 2009年 一名男子在文风洗木桶浴的时候 离奇离世 2017年又有一个没有资格证的员工 给客人扎针拔罐 结果客人因为自发性脑触血离世 2020年 文风又因为说自家的一款精华液 可以消炎杀菌 能够抵制外界病毒进入呼吸道 被官方认定是虚假宣传 罚了50万人民币 光是在2021年 官方就借到了400多宗 关于文风的投诉 大家可能会好奇 文风这样一家看似无厘头的土味理发店 怎么还会有人愿意去花钱的呢 这当中自然是有很多见不得光的操作了 一年前我曾经做过一支影片 讲述中国很多连锁理发店都会想尽办法让你办卡充值 其实这个预付卡的消费模式就是由浩哥发明 就在2021年3月 上海一位老人的家人在家整理东西的时候 意外发现老人藏起来的一个信封 里面是老人从2016年到2019年在文风消费充值的账单 点算下来发现老人三年间在文风花了235万人民币 最多的一天就花了40万人民币 结果老人的家属又是报警又是闹上媒体 文风这才退回了98万 其实只要打开中国的评分网站搜一下文方 就不难发现各个分店的评分都很低 绝大部分的评价都是在吐槽 做半天不理发 一个个理发师都在撒谎 这种服务早该关门大吉了 卡号完再也不去了 服务超级差 美容师洗个头还不耐烦 还骂人 门口广告写洗剪脆10元 进去说要30元 打不起折就别写 垃圾店 这位客人这次是你不对了 文风写的不是洗剪脆10元 是洗剪脆各10元 看到事情越闹越大 文风把官网和卫星公众号全部下架 还发声明道歉 说会坚决掌改 最后文风跟那位秘书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虽然浩哥那么激动 但最后还是不忍心开除那位秘书 只能说浩哥真的是 太神啦 其实这件事真的是不能怪浩哥 说到底他也只是上行下校 只能说浩哥没搞明白一个道理 只准照顾放屁 就不准平民赖事宜啊 好了 我是差吉 祝大家都能有观音般的身材 我们下次见 拜